我被从天而降的学霸系统绑定了 作为纸醉金尼的豪门千金 我言辞拒绝 学习是什么 内卷是什么 躺平它不香吗 系统恐吓道 你被赶出豪门后会横尸街头 我伸得的懒腰 离开豪门 不如死了算了 系统又说 考上清华给你一个亿 系统大人 我觉得我还能抢救一下 钱不钱的不重要 只要是我爱学习 风轻 云淡 瓜子小板凳 岁月静好 系统找到我时 我刚从800米的床上醒来 躺在豪宅里 系品管家刚醒好的82年拉飞 眼睁睁看了一个 满脸马赛克的男人 出现在身边 我犹豫几秒 还是沉默了 运入三万的保镖 可以挡枪 但应该不能驱魔 不是说了 建国后不许成精吗 吼好痛 一定是有人在窃取我的智慧 江婉同学你好 学霸系统007为您服务 007自来熟的 在我旁边躺下 修长的手 优雅的捏起酒杯喝了一口 亲切和爱念起台词 学霸系统 我狐疑地打量了007几眼 那种给主角开挂的金手指 但是 不好意思 我不想当学霸 你找错人了 江家是Z国历史悠久的六世豪门 被誉为最神秘的金融家族 整个集团垄断了本国能源经济命脉 资本雄厚 富可敌国 作为江家大小姐 我就是最大的挂 这辈子只想摆烂当一条安安静静的咸鱼 为什么要奋斗内卷 躺平它不香吗 江婉 是1813号小世界 真千金归来艺术中的炮灰女配 半年后 因假千金的身份暴露 被赶出豪门 惨死街头 见我油盐不进摆烂到底 007漫条斯里的掉出一块透明的屏幕 放在我眼前 一字一顿地念着上面的资料 什么什么 这世界竟然是本豪门真假千金爽文 我还是那个 被一路打脸的炮灰假千金女配 你要说这个 我可就不困了 冷气顺着薄薄的高级水晶杯 杯闭蔓延 我顿时感觉指尖一阵冰凉 清醒了几分 嗨嗨 亲爱的007系统大人 请问我需要做些什么呢 江家祖训 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系统不会白白便宜我 肯定还要付出什么代价 我年轻无为 但未来可期 不能这么早就死了 考上清华 那我还是死了算了 心中刚刚燃起的希望 瞬间被扑析 我对清华不感兴趣 考虑太卷了 007冷眼邪腻着眼前重新摆烂的人 将我横尸街头的模拟场景 循环播放起来 考上清华 赏你一条命 加一亿 绑不绑定系统 绑 什么钱不钱的 我只是想活命罢了 顺便为每张钞票找一个家 话音刚落 007嘴边露出一丝得逞的笑 轻轻打个响指 我脑中就出现了电子提示音 恭喜江婉绑定学霸系统 奖励新手礼包 全科绝密实体50套 现金50万 被赶出江家我就什么都没有了 50万勉勉强抢 还能买个厕所 太棒了 我捏着凭空出现在手中的银行卡 偷偷发酵 昨晚将爸爸买下私人小岛时 我自压咧嘴 笑得陶醉的模样 感受到他的视线 我崩了崩脸 尽量不露出端倪 请江婉在15日内完成试题 并确保正确率达到90% 否则将会接受电击惩罚 先礼后兵 007你不讲武德 看着007的身影逐渐透明 我悲愤交加 马不停蹄地往书房赶去 管家 再开一瓶82年的拉菲 给我压压惊 小姐 今晚还飞去米兰 看展吗 不去了 我要学习 冷风掠过空荡荡的泳池 徒流几缕酒香流淌 仿佛刚刚的一切都没发生过 宿主真的要给江婉一一吗 机械的电子音在半空响起 一抹奇长的身影重新显现 裴横脸上挂着浅淡的微笑 阳光毫不吝啬地洒落在他挺阔的肩膀上 泛起薄薄的光韵 007 他怎么还是那么好骗 小姐 今天是您本月去学校考察的第一天 直升机已经安排好了 管家亲切地站在停机平旁 翘首以盼豪门继承人的到来 我摆了摆手 挥退随行护卫 只觉得胳膊一阵酸痛 这段时间跟这007做题实在做得太多 手都没劲 不想做直升机 我要提前习惯被赶出豪门的朴素生活 也是在管家凝重的眼神中 上了一辆低调的麦巴赫 司机规矩地升起了挡板 我趁这个空档 偷偷开始刷007 昨晚新发的顶级绝密物理题 物理奥林匹克竞赛国家队要开始选拔了 我得赶上这股内卷的浪潮 争取保送清华 光明正大学习多没意思 我要偷偷地努力 然后惊艳所有人 晚晚 家里那架直升机坐得不舒服吗 爸爸给你买架新的 我埋头做题坐得狂热时 远赴中东谈石油合作地将爸爸 突然打来了电话 听管家说一向过得无忧无虑的女儿 最近都在熬夜学习 现在居然连直升机都不做了 是出反常必有妖 江艳生不免有些担心 爸爸养得起你 我江艳生的女儿学得太累的话 不学也没关系 好 知道了爸爸 可我不是你女儿 在草稿纸上龙飞凤舞的鼻顿 我垂下眼 心不在焉地挂断了她的电话 就是这样一个对家人温柔体贴 对对手杀法果断的人 以后会毫不留情地把我赶出江家 因为我不是江家的真千金 因为我纠战雀巢 霸占了他女儿的荣华富贵 那也不能嘎了我吧 不是说现在嘎嘎乱杀的小说 都不能过审了吗 你的福气还在后头 007不知道什么兽出现在旁边 上下打亮眼前垂头丧气的人 从暗阁酒柜里取出香槟和酒杯 漫不经心地独自辍引起来 说的什么话 这福气给你要不要 任务本次月考全校第一 奖励一百万 还没吐槽完 脑中冰冷的机械电子音突然出现 嘿嘿 是前掉落的声音 扭护路晚晚东山再起 盯着007脸上重重的马赛克 我有理由怀疑他在骗我 他明明在喝香槟 不像能正经严肃发布任务的样子 而且我从小到大博烂群书 看过的小说里 从来没见过人形的系统 007能不能把奖金提到150万 我试探性地扯了扯007的衣袖 把刚刚做好的奥赛卷 拎在他眼前飘荡 对他做起人性化测试 只见眼前人沉默了片刻 而后抬起下巴 金贵地点了点头 任务本次月考全校第一 奖励一百五十万 世人是鸡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有钱能使鬼推磨 我斗志昂扬的 将头埋在体骸里 粪笔集书 手里握住的钱 总比抓不住的心踏实 又是轻轻松松挣大钱的一天 不行 宿主不给他生 我不同意 给他生 你没见到他今天不高兴吗 安静的麦巴赫里 培衡正耐心的辅导人做题 听到空气中007传来的尖叫 不觉皱起眉头冷冷拒绝 怎么了 我这题做错了吗 还可以 继续 你们猜江家那位能考多少 这种豪门千金 怎么可能会学习 你看他天天在那装努力的样 要是真学霸 用得着捐楼进一中吗 今天是第一次月考成绩公布的日子 听到周围毫不避讳的议论 我从匿密麻麻的国际新闻全英报刊中抬头 记住了那几张脸 又低头继续看报 装 我最讨厌别人说我装了 我捐楼 是因为我喜欢捐 我乐意捐 我想要捐 他们管得着吗 江家这么多年来 为了培养百烂的继承人 请的都是顶级的私人家教 我是爱摸鱼 但我不是智障 等成绩出来 我要撕乱他们的嘴 有时间议论别人 不如多考几分 安静的前排传来冷淡的声音 作为班长的沈烟 一脸严肃地走了过来 神色不善地狠狠扫过议论纷纷的人 看见他们脸色兴兴地转过身去 才正眼看我 放下手中的报纸 我直指与他对视 眼神不经意间 掠过他洗得发白的衬衫衣角 沈烟 我在爸爸书房的贫困生资助文件里 见过这个名字 她就是这本书里 把我脸往死里打的女主 也是真正的江家豪门千金 我试神地看着沈烟授削的背影 他此时已回到座位上 专注地看书 虽然家境贫困 但他品学兼优 说话时总是不卑不亢 清秀的脸上 带着点倔强和孤傲 和爸爸很像 这次月考 全校第一名和第二名都在我们班 班主任李涛 兴高采烈地走上讲台 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中 扔下一枚重磅炸弹 完成任务 月考全校第一 获得150万 随着名字的公布 教室里众人诧异的视线 纷纷聚集到我身上 我的耳边也传来系统实实的电子银 环视一周 刚刚嘲讽的起进的几张熟悉的脸 此时仗得通红 目光中带着不可置信 善笑着与我撮开视线 仿佛被无形的手掐住了脖子 看到没有 我可是平本是挣钱的 我挥一挥衣袖 带着一身傲骨 淡定地截着卷子上的压轴体 做题灵感来了 压都压不住 今晚回家再刷她的十套八套 卷死所有人 前方的沈烟四有所感的回头看我 神色莫名 警告宿主 破坏系统007检测到1813号小世界 出现觉醒者 半空中守着的培衡 听到007焦急的声音 饶有欣慰的低头沉思 拿到钱怎么不笑了 我不笑 是我天生就不爱笑 昏暗的路灯下 我寸步不离地跟在007身后 地上两个拉长的身影交织在一起 融进浓浓的夜色中 007说我完成的学习任务越多 她的能量就越强大 现在已经拥有实体了 不信 骗三岁小孩呢 我撇撇嘴 又想起了白天发生的事情 离开学校前007一脸凝重的现身 提醒我 这世界出现了觉醒者 觉醒者就是意识到世界真相的人 他们能够开启全知视角 预知书中即将发生的剧情 觉醒者 会是沈烟吗 书中并没有她出言维护我的片段 是她主动打破了原有的世界轨迹 如果沈烟来阻止我 改变自己惨死的命运 那我还会成功吗 思绪混乱兼我 走到一家便利店前 看到了一抹意想不到的身影 窄窄的柜台里 沈烟站的笔直 正认真的坐着兼职 银白的脸上挂着淡淡的疲倦 偶尔空闲时才翻一翻手中的设计图册 看到我出现 她似乎也十分意外 友好的朝我笑了笑 小声打个招呼 丝毫不在意 我今天抢走了她年纪第一的位置 她人还蛮好的样子 隐藏任务完成 散步释放学习压力 奖励50万 不知不觉跟着007回到豪宅 现在她有实体了 不能跟着我进家门 刚想和她道别 系统就掉落了意外奖励 系统隐藏任务这么随便的吗 我有些惊讶 抬头看007时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她脸上的马赛克好像淡了一些 我隐约能看到 她褪去了惯有倦意的眉眼 轻卷锐利 好像很好看 有钱大方又帅气的系统 我很很爱住 什么是安全感 这就是安全感 拽着银行卡里250万的存款 我冲进了家门 上个月订了一套 范克亚宝的周年系列 顶蛇猪宝到了 我要去试试 豪宅的管家 偷偷站在角落里观察 看着意义不舍告别的两人 发出嘖嘖感叹 第一次见小姐 对一个男人那么上心 这男人有福咯 能嫁进豪门 夜色朦胧 管家看不清 那人隐隐约约的脸 只能举起相机 等他转过头来 偷偷拍照 再派专业侦探暗中调查 不甘不敬的男人 可配不上小姐 等等 这不是陪家的大公子陪恒吗 晚晚等我回来吃饭 爸爸给你带了礼物 视频那头 风神俊朗的中年男人 笑得宠溺 大白天的 透过屏幕 我还是隐隐 能看到他头上的星空 我推着自行车 悄无声息跟在沈嫣身后 眼睁睁看着他上了 印有江家族徽的 劳斯莱斯库里男 星空顶的 那个口口声声说 今晚才能回到H市的男人 此刻偷偷摸摸 出现在一钟后门 我说呢 原是在沈嫣这半主 不然他早就飞回江家了 今天放学后 我原本打算约沈嫣吃饭 想坦白真假千金的事情 还怕他看到麦巴赫会触景伤情 特地借了一辆破旧的自行车 没想到会看到这一幕 别光顾着做题 吃饭 007将甜点餐盘放到我面前 骨节分明的手晃了晃 示意我先吃饭 吃吃吃 就知道吃 现在豪门亲父女相认了 我滚出江家指日可待 怎么吃得下 我邪腻他一眼 示意他保持安静 再嚷嚷 我就没办法偷听隔壁讲话了 爸爸带着沈嫣来了 我最爱的米其林三星餐厅 熟忍地为他点起菜 他心疼地扶着沈嫣洗得发白的衬衫 夸奖他乖巧懂事 说这些年委屈了他 说他不会哭 说像我这种会哭起 无理取闹的孩子才有糖吃 沈嫣不在意地摇摇头 他坐在高级餐厅里有些声色拘谨 但望着江彦生的眼里满是眷恋 隔着薄薄的屏风静静听着 我满脸愤慨地 捏紧了裴横的衣袖 我无理取闹 江彦生是缝纫机吗 怎么那么会拉踩呢 我过些日子就接你回江家 没事 爸爸你说的是真的吗 江婉真的会黑话伤害我吗 餐厅原本柔和的毕灯 忽然有些刺眼 我什么都听不到了 脑中不断地回荡着他们的对话 黑话 伤害沈嫣 我江婉是那种 会为了豪嫩地位 伤害他亲生女儿的人吗 原来这个世界的觉醒者 是爸爸 江彦生 这一次 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 我夺猫而逃 非奔回江宅 二话不说 埋头收拾了老半天 将我的一切私人财产 都挤在小小的皮箱里 为日后流浪街头做好打算 毕竟 机会永远只留给有准备的人 不好吃吗 爸爸特地请你最爱的米其林餐厅主厨 来家里做的呀 江彦生 加了一筷子踢好的鱼 放进女儿碗里 看着往日吃饭兴致勃勃的人 此刻像磕被打捏的小白菜 有些担心 不想说话 我默默咽下一口隔离冷汤 寒心 真正的心寒不是大吵大闹 真正的失望不是泪流满面 而是言语短短 目光冷淡 江彦生宠宜的笑了笑 从西装口袋里 掏出红色丝绒盒 温柔的拉过我的手 取出华丽的腕表 为我戴上 理查德米勒红唇 我等了好久的表 爸爸应该找了很多私人收藏家才买到 暖黄的灯光下 白桃瓷衬着纤细的手腕 显得高贵优雅 沈烟手上也有 他一碗水端的可真品呢 云零七 我能入选澳赛国家队的话 能不能奖励我一套房子 带后花园 独栋 还要有私人游泳池那种 从餐厅回来后 我一刻不停的投入刷题中 为全国物理竞赛做准备 想到即将要离开江家 我微微诺诺的向云零七申请了一套房 没房子住我没安全感 宿主 看你给惯的 这一天天蹬鼻子上脸 他都没家了 买套五千万的 给他不过分吧 就选我家隔壁 地段好 无视半空中 愤愤不平的语气 培衡云淡风轻的打开系统页面 输入了任务条件 在007不敢置信的目光中 轻轻按下发布 任务 入选国家队 奖励 闭水桩豪宅一套 闭水桩 我默默加快了解题的速度 压了压翘起的嘴角 什么豪宅不好宅的 我只是努力 想要体验城市里灰金如土的洒脱罢了 得到了007的任务保证 我默默将银行卡里的100万赚了出去 每年我家族信托基金里的5% 会捐给H市成交的天使福利院 但那是属于江家大小节的钱 等我离开后 这笔钱就会被中断 想到这里 我咬咬牙又给院长赚了100万 听说经验院里很多孩子都要读书了 反正我有房子住 而且有007 在我还能继续挣大钱 007 你会一直在 对吗 看到发财术笃定的点头 我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可是007消失了 再次看到她 是在爸爸的生日宴上 作为豪门唯一的继承人 我盛装出席 挽着爸爸的手 缓缓从扶梯走下 迎接着众人宴线的目光 没有人知道 我正站在命运的岔路口 即将迎来人生的巨变 这是书里至关重要的一天 我会在宴会上 故意为难沈烟 惹得江艳生勃然大怒 当场正式宣布沈烟的真实身份 将我赶出江家 嘶吼 阴暗爬行 尖叫 扭曲如动 前两天在58同城上找监职时 差点被管家发现 没了007的经济支援 我不得不自力更生 寻找谋生的手段 卡里只剩50万 宴会上一只水晶杯 都不止50万 我的身价居然还不如一只杯子 豪门生活果然丑陋邪恶 猪门酒漏臭 若有冻死骨 晚晚 来开舞 聚光灯极声一束 撒在我的身上 迎着江艳生期待的目光 我不得不硬的头皮 在蜂拥而上的男人中 随便找了个舞伴 007 黑暗中伸出一双修长白皙的手 不容拒绝地将我拉进舞池中 裙摆纷飞 看了一团浅淡的马赛克 在眼前乱晃 我连认都不用认 我承认 我有一点点想念他 一点点而已 你怎么来了 因为你在 江婉 我是为了你来到这个世界的 007逆着光 俯身靠近 极其认真的看着我的双眼 温热的呼吸落在我脸颊上 煞时 头顶的灯莫名剧烈闪起来 令人头晕目眩 在睁眼时 007脸上的马赛克消失了 这是我第一次看清他的脸 璀璨的水晶灯 落下朦胧的光韵 撒在那人线条锐利的下颌上 他肤色冷白 透着些健康的淡粉 鼻梁高挺 纯色红润 气质清冷金贵 听那晚来八卦的管家说 他叫裴衡 啊啊啊啊 非礼物事 半空中尖锐的电子音 断断续续传来 扰乱了我的思绪 我认出了那是系统的声音 仍面不改色 只当做什么都没听到 装 都给我装 爸爸也好 裴衡也好 什么牌子的塑料袋转是啊 那么能装 我侧头顺势朝远处看去 宴会角落里 一抹人影静静的站在那里 沈烟 舞会结束 趁着裴衡被众人围住寒暄 我跑出去找沈烟 今天的盛宴 站在爸爸身边的人应该是他 可他现在只能偷偷的在台下观赏 我真该死啊 我的良心有点痛 自助餐台前 董澳天饶有欣慰的 看着眼前满脸冷漠 自顾自吃甜点的人 啊 这还是第一个 敢这么无视他的女人 刚想俯下身子 展现自己的魅力 不远处一颗小炮弹就冲了过来 江家的地盘上 我江碗的人你也敢动 天凉了 龙是破产吧 我一把江沈烟护在身后 虎视眈眈的看着这本书的男主 今天是他们相遇的日子 他什么身份什么地位 也配得上江家大小姐 龙澳天脸色阴沉的扫了我一眼 最后还是能屈能伸 时去的转身离开 但他的内心却恨意横生 女人 你给我等着 你会为你的狂傲付出代价 谢谢你 似乎没想到我会来找他 也没想到我会出手帮他 沈烟略施粉袋的脸上 挂着淡淡的惊讶 他放下手中的甜点 点头道谢 沈烟今天只穿了一件素雅的白裙 像躲出出可怜的小白花 那个 我给爸爸做了些蛋糕 你帮我尝尝 实在不知道要聊些什么 总不能当场给他华贵道歉吧 我招呼管家从后厨 拿出一些刚出炉的点心 递给沈烟 他好像很喜欢吃甜点 在我期待的目光下 沈烟优雅的咬一小口 慢不惊心的抬眸 看着我开口 姜婉 你生事活太久了 我震惊的看着突然放大招的沈烟 这他都能吃出来 我淡淡的死至 已经从我的点心里溢出来了吗 沈烟只觉得眼前人的反应有些好笑 震惊的过于夸张了 就挖快点心送到人嘴边 我将信姜姨犹犹豫了几秒 还是乖乖张嘴咬一小口 我的意思是 你活面活太久了 有点硬 是有点硬哈 我尴尬的嚼了嚼 错开沈烟的笑眼 假装无事发生 意外往往就在这个时候发生 这是本小说 狗血场面总会来得猝不及防 不然怎么说 这是本小说呢 一切都很突然 我还没反应过来时 沈烟已经摔倒在地 托盘里的糕点洒落在羊毛毯上 厚厚的奶油沾到他的白裙 有些狼狈 远处的宾客们都留意到角落里的闹剧 窃窃思语起来 看我的眼神中带一些惊讶 看什么看 不是我推的呀 监控呢 来人啊 马上把宴会厅里 300个摄像头的监控片段 都给我调出来 不远处的沈烟生 一脸严肃地走了过来 他扫过地上的沈烟 又看向气势汹汹的我 姜婉 你太让我失望了 还没来得及说清楚 便迎来他当头严厉的棒喝 我不自觉愣在当场 十几年来 爸爸从未用这样的眼神看我 失望 无奈 不解 充满怒火 他说过 我是姜家唯一的公主 是这世界上最善良的天使 无力地垂下眼 到嘴边的解释 被默默咽了回去 爸爸 现在沈烟出现了 难道我就变了吗 各位来宾 沈烟才是我姜艳生 唯一的亲生女儿 姜是企业未来的继承人 我站在角落阴影里 动弹不得 眼睁睁看着她 拉起沈烟的手 走到舞台中央 在聚光灯下 骄傲地宣布她的身份 热烈的鼓掌声里 我像一个孤零零的小丑 无处落脚 晚晚 有人在喊我吗 晚晚 你怎么了 是不是被吓到了 姜艳生看着神色恍惚 久久不能回神的女儿 担忧地轻轻晃了晃她的双臂 耳边传来温柔的呼唤 我抬头看到爸爸脸上的焦急 才发现 刚刚的一切都是错觉 不 也不是错觉 这是原著中即将发生的剧情 是我黑化伤害沈烟 被赶出江家的片段 周围狼藉的场面 管家已经收拾好 我赶忙看向一旁的沈烟 她摇了摇头 示意自己没事 没有冲突 没有误会 没有狗血打脸的明场面 怎么会呢 只见沈烟轻轻向江艳生点了点头 朝我笑了笑 就跟着女仆上楼换衣服了 晚晚 来 我愣愣地被牵着走向舞台中央 站在聚光灯下 看着爸爸握起麦克风 召集来宾 各位朋友 今天我要将将是5%的股份 转让给我的女儿江婉 也劳烦大家 以后商场上多多照顾她 她波澜不惊地宣布着 仿佛只是在闲说家常 却引来了众人的惊呼 虽然只是5%的股份 但这说明 江婉已经获得了江家家主的认可 拥有了家族的继承权 我错愕地抬头看她 迎着她温柔却坚定的目光 仍然觉得有些恍惚 真的把江家给我了 想得美 爸爸还年轻呢 被拥入宽阔温暖的怀抱中 我将下巴倚靠在爸爸坚实的肩膀上 只觉得一切美好的有些不真实 穿过众人艳线的目光 我看到阁楼上的沈烟 她正笑着抬手为我鼓掌 爸爸和沈烟 改写了我的命运 完成任务 入选国家队 奖励碧水桩豪宅一套 久违的系统电子音再次响起 我坐在飞王米兰的私人直升机上 准备参加国际奥林匹克物理竞赛 表面在闭目养神 实则偷偷打量正在看设计图的沈烟 作为本书女主 她的智慧属性理所当然被点满 和我一起入选了国家队 那天生日宴后 我们对彼此的身份 都默契地保持心照不宣 晚晚来吃饭 沈烟接过管家餐车上的银盘 将我爱吃的几道菜 轻车熟路地摆到我面前 轻轻碰了碰我 真诚才是必杀技 虽然不知道她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但我已经被打动了 我一生行善积德 好人有好报是应该的 优雅地喝着82年拉菲 吃着烟熏鲑鱼 余光瞥见沈烟的手帕上 绣着歪歪扭扭的小字 好像是天使 嗯嗯 莫名有种熟悉感 米兰落地 沈烟的朋友接她去了服装设计展 据说是一个五岁精通八国语言 十岁成为世界顶尖黑客的神秘男人 同时还是纽约洛克菲勒家族的长子 男二 上官非夜 消失的爱人 他没事吧 这么煽情的吗 我狐疑地看着身旁一脸动容的男人 不明白好端端的培衡 为什么拉我来看法国文艺片 你不觉得男主历经千辛万苦穿越时空 寻找自己失踪的恋人 但恋人失忆了完全不记得他 无视男人爱怨控诉的小眼神 我捏着手帕在他光滑的脸上蹭了蹭 擦走根本不存在的泪 这些年的情爱与时光 宿主终究是错付了 空中传来淡淡的电子叹息声 我低下头掩盖住眼中流转的光芒 007从来没喊过我宿主 但是他喊培衡宿主 能跟在培衡身上 他根本不可能是什么学霸系统 该不会真是军事系统吧 全球军火巨头的培家是靠这个发家的 那我壮大老江家有望吗 明天我要离开米兰一趟 你照顾好自己 千万别出事 离别前 培衡恋恋恋不舍的看了我几眼 上了培家的专属军事战斗机 来不及捂住他的乌鸦嘴 我绝望的目送他离开 别呀 莫非定律懂不懂 我明天100%出事 可我不想一年早逝啊 选拔江艳生 你要欺女儿的命 还是假女儿的命 他来了他来了 熟悉的绑架二选一送命题 这怎么也得虐个三四张吧 我悲愤交加的 想吐出嘴里的破步 该死的龙傲天 炮灰的命不是命吗 这小东西 长得挺别致 但心眼可真小啊 听着爸爸在电话 立头冷静的谈判 我努力往沈嫣身前挪了挪 怕失了智的狗男人 会发疯咬人 毕竟他上次 好像对沈嫣很感兴趣的样子 你难道不觉得 自己更招仇恨吗 听到系统主动出现的声音 我挺直腰感 顿时感觉 人生充满了希望 007 试探性的喊了一声 不知道他会不会搭理我 将晚 破坏系统007为您服务 破坏系统 不明觉厉 正想和007商量 能不能往龙傲天身上发射导弹时 身后突然传来一阵细小的稀疏声 手腕处的疼痛 默然减轻不少 我震惊地看着沈嫣 熟练地解开 原本绑着结实的绳子 脸上沙发果断 女主不是清冷小白花人设吗 怎么还有这种外挂 沈嫣示意我保持安静 悄悄地走到沉浸在 打电话中的龙傲天背后 狠狠敲了一棍 高大的人影瞬间倒地 扬起一阵灰土 这场逆袭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好励志啊 小小防身术 以后教你 将我从地上扶起 沈嫣亮亮呛呛 走向天台出口 本以为成功脱困 不料一阵白烟袭来 在沈嫣惊讶的目光中 我狠狠向后倒去 为什么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完成任务 赢得物理国际奥林匹克竞赛金牌 获得保送清华资格 完成终极任务 考上清华 获得奖励 自由的生命 朦朦朦朦朦中 我只觉眼前一片昏暗 只有007冰冷的电子音规律响起 什么自由的生命 我的一亿呢 还我的一亿 我寂寞 我气恼 前去得太快 我要破产了 我要从烟囱里飞出去 不过我身为俱下的控诉 007屏幕上的画面突然开始倒带 我们得对玩玩好点 他肯定是后面受了委屈 才有可能做错事 是爸爸的声音 米其林餐厅柔和的避灯闪烁着 我抱着习题 悲愤欲绝的夺门而逃 原来是那一天 爸爸你放心 我一定会对玩玩很好的 沈烟坐在餐桌另一端 看着江燕生 回答得极为认真 他拿出怀里的手卷 浅笑着抚摸上面歪牛简陋的刺绣 眼中流露一丝怀念 如果不是玩玩资助天使福利院 我和那里的弟弟妹妹们 连好好活下去的机会都没有 更别说今天坐在这里和爸爸见面了 这些年 他在福利院过得很幸福 他其实很感激江碗 江燕生是在帮女儿 打理家族信托资金时 机缘巧合下 从福利院里找到的沈烟 他苦思理想了很久 想找到能把两个女儿 都留在江家的办法 但是突然有一天他觉醒了 江燕生不明白 书里的自己 为什么会把心爱的女儿赶出家门 也不明白 作者为什么为他女儿 安排了惨死街头的结局 他只知道他一定要改变这个世界 他绝不允许这种事 发生在婉婉身上 恭喜江碗 在江燕生 沈烟的帮助下 成功破坏1813号小世界剧情 改写自己的结局 获得不受剧情控制的自由人生 007节程为您服务 我的人生自由了吗 我能在豪门里继续止最金米 躺平过日子了吗 自由万岁 晚安 耳边传来隐隐约约的声音 我努力清醒过来 模模糊糊间对上了角落处 配合担忧又愧疚的眼神 顿时一击 好啊 就是你小子头麻醉蛋 把我给咬晕的 让你进江家的门 算我输 晚晚你没事吧 吓死爸爸了 我伸手轻轻抱住 不知道什么时候飞来米兰的爸爸 只觉得心里发酸 他一直都是叱咤风云的豪门爸总 现在好像老了很多 爸爸 我会永远陪着你 男人或许不可靠 但爸爸一定可靠 爸爸 能买新的直升飞机吗 买 爸爸我想买做新的度假小岛 买 钱和爱 就是最大的底气 沈烟最后在斯坦福大学 兼修了金融管理和产品设计 准备毕业后 回来继承大业 顺便和纽约的洛克菲勒家族联姻 垄断全球能源经济命脉 据说爸爸一直不同意 但沈烟的事业心极其强烈 对这个伟大的目标势在必得 百烂的我还是选择当闲鱼 跑到芬兰阿尔托大学艺术去了 我不要那一亿了 你能能陪我过完这个小世界 不远处的礁石上 爸爸和管家在绚丽的极光下 细品着82年的拉费 我悄悄拉起裴衡的手 小声和她做交易 现在江家二小姐的身价 随随便便就是几十一上下 我愿意放弃一点点金钱 来得到一个懒人 好 翻来篇裴衡视角 007 晚晚人呢 从任务世界脱离后 裴衡环顾四周 却没发现心上人的身影 顿感不妙 宿主 江婉在乱流中 被卷入了1813号小世界 真千金归来 裴衡皱了皱眉 江婉是她从上一个世界 直接带回主神空间的 她身上没有系统 也就意味着在小世界里 会失去记忆 寸步难行 很容易被剧情抹杀 007 你相信光吗 此后如今没有聚火 我们便是唯一的光 宿主 你到底要做什么 去1813号小世界 让她再爱我一次 至此全文完 感谢阅读